中山市政导委副書記 市東京協會 名譽副主席 吳永昂先生 歡迎 東莫鎮黨委委員 李華堅先生 歡迎 中山市朱家里要常委員公司總經理 楊敬祥先生 歡迎 中山市朱家里要常委員公司 江壽總經理 劉鴻群先生 歡迎 廣東省東球協會常務副主席 陳敬祥先生 歡迎 下面掌聲有請 中山市朱家里要常委員公司總經理 楊敬祥先生 宣布比賽開始 中山市朱家里要常務副主席 陳敬祥先生 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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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朱家里要常務副主席 陳敬祥先生 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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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接下來帶來介紹的是今天比賽的主場隊伍 廣東和殺雞樂隊 他們的隊伍是教練員王海誠 運動員吳傑 張實 潘晨欣 雄欣語 下面 請全體起立 奉唱諸法人民奉和國 國登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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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东电视台 广东电视台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是在中山东凤镇子体中心 为你带来2013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在女子团体的第一阶段来到了第八轮的比赛 今天将会有广东二沙俱乐部在主场来面对大连金横夜队的比赛 今天在现场我们依然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评论嘉宾杨峰之导 稍后和陈阳一起在现场为大家来介绍今晚的赛事 应该说这两支球队在今年的冰超的赛事当中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更多的以年轻的球员作为球队的一个主打 更重要的是以锻炼队伍作为今年联赛的目标 那么在前面的七轮比赛过后 两队赛上轮空的一轮都各自打了六场的赛事 目前为止都是没有能够取得一场比赛的胜利 但是不同的是在大连队方面他们的头号的单打选手文家 此前是获得了四场单打的胜利 应该说还是很有实力的一名球员 那么今天作为网络二沙来说 能否获得在今年联赛当中第一场的单场赛事的胜利 今天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也要看一看今天广东队的表现 刚才画面当中出现的呢 就是大连队的文家 应该说在前面的比赛当中 还是有着非常不错的发挥 那么稍后的时间 双方的首场单打呢 今天广东二沙队在排名过程方面 也有了和前面几场比赛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首先的第一场的单打将会有吴杰 来出战对方的长辰辰 那么作为广东队来说呢 今天的目前排出的阵容来看的话 确实和前面几轮呢 是有一些不同 因为像吴杰呢 在前面的三场比赛当中 都是在双打才出场 但是今天呢 第一场的比赛单打就派他上阵 看看是否能够帮助广东队 拿到这场比赛的开门红 而除此之外呢 前面几场比赛连续的对阵 国内一流的选手 今年只有14岁的年轻小将的李宇东呢 今天这场比赛是没有被排进到 这个出场的名单当中 所以也是可以看到 广东队这样的一个排名复制的变化 会不会给今天的比赛呢 带来一些新的变数 我们看到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 就是大连队的常晨晨 这名球员呢是86年出生 左手的横反 无圈结合快攻的打法 在今年的联赛当中呢 常晨晨还没有能够拿下一场比赛的胜利 他也是一名老将了 他说呢 最近几年呢 总的来说呢 成绩还算可以 就是说呢 从他的整体实际上来看呢 就是说 大的阻力 这几个大的阻力呢 他赢不了 但是呢 一般的小将啊 或者水平一般的这些 中等的这些水平呢 想赢他呢 确实有困难 因为他毕竟啊 具备有这实力啊 跟这个 比赛经验 都基本上都 都摆在那 所以呢 今天 广队的吴杰呢 应该说 从他的打法风格上来说呢 应该说 整体实力 应该说比较单薄一点 但是说呢 他的前三板 这个 冲击能力呢 应该说还是算可以的 就说看 最关键的 我感觉还是在他的 这个联场发挥 因为他毕竟之前呢 这个 前 七轮的比赛吧 他基本上 单打都没上过场 基本上都是 都是双打 担当这个 双打的这个任务 对 所以看 主要还是看他的 呃 联场发挥吧 我们两个的 常晨晨 吴杰 五队 常晨晨 我们走 零 零 手决的比赛 我们看到 在屏幕下方 这是大连队的 常晨晨 首先是他的发球 零 零 两个人呢 都是左手持拍 不过呢 吴杰这边是 直板 而常晨晨是横板 对 两个人在年龄上呢 吴杰 95年出生啊 对 这些 常晨晨 虽然是86年啊 但已经算是老将 好 我跟你说 哎哟 确实是一个 很可惜的一个球 就是预想不到 对 这个球呢 确实是有一点 那个 可以 就是说呢 常晨晨打在手上 但是说呢 这个球呢 应该说可以 就是说判给吴杰 这个是也 但是说呢 有些裁判的 就说 有些误判呢 或者看不清楚 判断这个很难说了 刚才我们看到 常晨晨自己 也是跟这个裁判 提出刚才这球 是打在手上的 所以裁判也是 更改了这个判罚 现在吴杰的发球2比1 那形成对抗的话呢 吴杰可能会吃一点亏 因为毕竟从这个 身高力量啊 等等 这些 这几个方面来说的话呢 还是稍微 可能会欠缺一点 但是说呢 他今天看来 一上场以后 就前面这几分 确实是 整个人进入状态 确实是还是不错的 就比较兴奋 对对对 因为可能 之前没有打过单打的话呢 毕竟一上场 整个人还是属于一个 比较兴奋的一个 一个阶段吧 吴杰的发球抢攻 前三把呢 应该说还 在履线当中呢 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你看 他基本上 形成对抗以后呢 常常一把这个 整个位置啊 或者整个人 站得比较稳的时候呢 就是说呢 形成对抗 就其实呢 就吴杰呢 确实是 还是比较吃亏 对 我觉得可能今天的 优势在于 他前三板的一个变化 还有就是一个速度了 对 因为他的这个直板 确实 让很多选手 起码在双打当中啊 是感觉非常难适应 对 好球 先顶住 好 就算这球输了 但是说呢 从整体上的发挥啊 包括从整个战术意识啊 都基本上呢 都打了一些东西出来 对 对 确实是从节奏上啊 确实是 在对抗过程当中呢 确实常成的这个节奏变化呀 或者落点的变化 要比吴杰稍微要丰富一点 就是吧 刚刚的对抗过程当中 哎 这个球呢 所以就看到吴杰的这个 发球抢攻的这个实力 这球 这球长城人士想跟裁判说 有一点点擦边了 对对对 但是主裁判还是 还是判给了长城城 对还是改了 对还是改了 好拳 对 这就是吴杰本身的这个 他的前三板的这种威胁能力 因为你直板 如果是打直板的话呢 你在这一方面的话呢 你制造不出这些威胁的话呢 国际对这些横板的这些冲击啊 就有限 你看 好的 就是这些都 这些 组合这些套路 看上去确实是吴杰今天 到目前为止 还是发挥的还是不错的 虽然现在是比分是来落后 但是总体来说 现在还发挥的还是蛮正常的 可惜 拉起来自己又是出现了失误 起码你看形成一些对抗 对 起码就是说 能制造出一些很大 不错的一些威胁 给长城城也制造一些不少的困难 但我们看到 在形成了一个相识的阶段之后 这边长城城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对对对 因为毕竟这个横板啊 他的这个正反手啊 更加的均衡一点 对均衡 但是这个照顾的面呢 也更宽一点 嗯 好球 所以吴杰的发球落点啊 包括这个前三把呢 他还是动脑筋 还是动得不错的 没错 这球是接发球想侧身抢拉一板 但是出现失误 这样的话 首局的比赛呢 长城城是11比6 先胜一局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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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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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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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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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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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